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珊 今天这个行情如预期 第一个 两手 第二个 上下抖来抖去 但是区间的政府都没有很大 那今天对于操作 你有什么样的方式 跟什么样的策略呢 今天何珊的操作 可能又跟大家想的不一样了 然后我们稍后一一来做解释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图 何老师有两个粉丝官网 一个是LINE 一个是Telegram LINE是小老鼠QQ33 Telegram是QQ33168 或者打股市付钱金就可以找到我了 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看大图了 LINE的部分在首页 常常会有很精辟的一些的文章 还有一些个股的研究报告 会贴在首页的部分 还有每天固定七点呢 会有大家最喜欢听的广播节目 重播会贴在上面 至于Telegram的部分啊 在盘中及时的讯息 盘式的演变 个股的操作 还有李洲TV YouTube的节目呢 都是大家最喜欢的 那这两个粉丝官网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加入哦 好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今天对于这个行情呢 我想每个人都会预期到 明天开始要放假 总共放了4天廉价 那在这个廉价当中呢 又伴随了刚好呢 大家认为的一个叫节气变盘 那清明变盘说 何老师多年在这股市上面啊 我常常不认为 那个清明节要变什么盘 然后端午节要变什么盘 中秋节要变什么盘 一切的盘式都是跟着那个趋势 跟着整个一个盘式的演变 而不是个人一厢情愿的 哦原来多要变空 原来空要变多 完全不是的 那么今天这个大盘呢 大家应该觉得很特殊吧 我昨天跟大家讲什么 我说这个大盘呢 昨天收了一个比较特殊 叫做明亮星 那么在明亮星当中啊 今天千万呢 不要跌破下面的角 然后呢 最好是往上面突破 问题就是今天这根K线 真的很调皮耶 多么调皮 回到大途来看了 今天这根K线呢 很好玩啊 开高盘 然后呢 先往下抖啊 抖来抖去 抖来抖去 这一波好像拉抬又没有 然后呢 又急速下来 中场呢 又压低来这边做手 今天这根K线很简单啊 单一K线叫做震荡整理K 其实今天的润局并不大哦 最高点的时候呢 到了9736 那么最低点呢 叫做9663 其实这两个都没有突破上面 何老师给大家关键价 也没有跌破下面的关键价 那么呢 昨天我说到啊 昨天单一K线呢 它是一颗明亮星 虽然昨天呢 抖来抖去啊 但是尾盘这边呢 再拉了一波啊 代表了这个K线是收一个红色的 那么在这个明亮星我们要怎么判读 昨天很简单 我说本间K线不常给大家两个关键价 但是由于昨天这一个记号收到这个位置当中 必须给大家两个关键 我说这两个关键大家要留意的 它代表叫做转折代变 由于形态学组合起来 这边呢有转折代变的意味 然而要怎么转呢 我给大家一个口诀 我说今天投过身就过 断脚必重挫 到底要直接攻还是拉回呢 结果答案揭晓 它是这个样子 诶你们看 今天这根K线 它包在昨天这一根明亮星的里面 上面没有突破 下面也没有跌破 所以下个礼拜一 大家回来的时候呢 我仍旧给大家这个关键价 这个关键价呢 就是这根十字K的高点 这个关键价呢 就是这个十字K的一个低点 那么下周还是呢 给大家这个口诀 必须要做一个明确的表态 那么目前的形态组合 还是一个转折代变 那么下周很容易走一个情况哦 上图或下破 上图下破 它就会决定这个盘式的单边的走势了 那么请各位注意 下周一高盘开出 需带量攻过9789点 而在这个地方 它就会往上喷出 那么如果低盘开出呢 如果是带量跌破 本间K线给大家 这个关键价的下缘的话 很容易出现追杀的力道 因此这根K线 它很重要的意义就是 到底这个盘是要往上面转 还是往下面转 大家就记得这个口诀 叫做头过伸就过 断脚必中错 好回到这 今天这个大盘很调皮对不对 它就闲在里面啊 那这也是大家预期到 因为今天那个整个量能缩了 那缩在这个边 也就是等于说多空两相望 那么下个礼拜呢 这个大盘一定会出现一种单边式 那到底单边式会形成怎么样 我到时候来跟各位做一个解说了 好 那么现在回到大图来看一下啊 这个股票呢 它叫做联发科对吧 联发科 大家有没有想到 这档联发科 昨天何三小女子既然这么说 我说这档联发科啊 它叫做两派人马 对决当中 昨天看起来这个联发科 鸟鸟弱弱的 何老师却采取隔岸关火的动作 可是呢 这位何三小女子到底在盘算什么 让大家都看不懂 而今天这个联发科 从早到晚就是红色的 不管这个大盘要不要亮缩 不管大家要不要去放廉价的问题 它呢就是一格比一格高 结果中厂联发科啊 大涨了六块半 还收到这个334这个位置 我只能告诉大家 心平气和 自然就有人呵护了 回到这 亲爱的投资朋友 此次的联发科 各位都知道 我做了很多波段了 那么这次的联发科 我从下面做上来 大家都知道 听到一个消息 叫做公司301要开始买库藏股 那但是在公司要买库藏股的之前 我已经开始收联发科 那么后来刚好很凑巧的 国安基金说他要出来护这个盘 好 何老师说 国安基金既然说要护这个盘 那何老师已经共襄盛举了 那么联发科 我之前做了很多波段 到了前天我也跟各位说 我怎么卖联发科 怎么买联发科 但是到昨天 那种节骨眼当中 我说好 我们的成本都变了200多块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市场人士去厮杀 那我 我采取一个客观的态度 你看喔 今天马上还回来 有没有 再看大图 今天这个股票很好玩的 他直接呢就是 在这里红红的 那我只能跟各位说啊 你就清凭气壳就好了嘛 你管那么多干嘛 你每天管那么多啊 你这行情呢 你就是追高杀低的嘛 我呢就是采取这种自然的态度啊 那股票呢不就这样上去的嘛 你看呢 好了 然而昨天我提到 我说联发科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缺口 对吧 这个缺口叫做一个多方缺口 目前只不过在那边做一个 进行的一个震荡整理嘛 那你就去给他整理嘛 你管他那么多了 你就给他整理就好了嘛 是吧 而那这个联发科啊 今天形成什么样的状况呢 诶 形成这样的状况诶 诶 这个地方 他有很重要的意义嘛 这个地方 他就是一个短线的防守点嘛 昨天纵使是一个黑K 他还是一个这样子一个 一个强势的表态嘛 有什么好害怕 更何况我们从这边开始做起 做了很多的波段了 所以我昨天采取国安关火啊 今天呢 各位看到 何老师真的耶 今天这根K是红色的耶 诶 这根K红色的 你有没有想到什么 我告诉大家 形态学你们可能搞不清楚 但是单一K线你看得很清楚嘛 昨天黑K今天红K嘛 那么这种情况叫什么呢 叫做不动就不动 一动就很惊人啦 而且这个地方是本间K线的精髓 他叫做连续线的排列 亲爱的投资朋友 有没有觉得本间K线做股票很神奇 并不神奇 我完全就线论线 就本间K线的一个角度来告诉大家 你要怎么样去买股票 怎么样去卖股票 所以今天你看 你在害怕那个 你看我们要放几千的价 害怕大盘呢 今天呢 鸟鸟弱弱还下跌 我的股票一只一只都翻红了 而且这只股票从早到晚都红红的啊 有没有感觉很过瘾啊 好 然而大家还记得一件事情吗 来回到这个图来看 这档股票叫做什么 它叫做稳帽啊 稳帽叫做什么呢 它叫做PA PA大雄啊 在今天的一个情况呢 是不是开高走低 哦这个状况开高走低 你们想到我昨天说什么 我昨天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我说这一档呢 PA大雄 我昨天在这个价位分两次全速获利落呆 而我说呢 此波暂时大功告成 而你们在想到 今天的这个稳帽 早上或许你们觉得我不太准啊 这个股票早上红红的 何老师你卖太快了 结果呢尾盘呈现这个样子 我昨天不是跟各位说吗 本件K线卖股票 买股票没有限定红色黑色的 结果呢 昨天我卖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这档股票转了下一只股票 它叫做郁金光 昨天呈现这样的效果 那么亲爱的投资朋友回到这 本件K线就是如此 我稳帽赚了好几波段了 昨天郑重跟大家讲 那个点位是本件K线要获利了结的点位 虽然今天早上 这稳帽呢看起来红红的 郁金光看起来鸟鸟弱弱的 但是今天到收盘的时候 我的郁金光是 诶 由黑翻红 那稳帽呢由红翻黑了 那我买郁金光对不对 当然对嘛 好 再回到大土来看 昨天呢我跟各位说 PA大雄赚保了 把这个资金转到量金金嘛 大支的量金金啊对吧 诶 真的不一样耶老师 早上我们还觉得 你是不是昨天把资金转错了 转玉金光 早上都看起来笨笨的耶 结果你看尾盘 尾盘 玉金光是这样的啊 稳帽是从这样下来 是不是两个是对比啊 今天这个玉金光 就是要这样 就是要收红 你说我怎么办呢 我只好抱着他赚钱嘛 这个玉金光 昨天我有跟各位解释过 我说昨天他的K线 虽然是一个黑色的 但是本间K线买股票 没有限定红色黑色 那么今天你们看很神奇啊 嘿 今天变成红K耶 亲爱的投资朋友 回到这 今天的稳帽是黑K 今天的玉金光是红K 我昨天跟各位说 我买玉金光 你们觉得那根K线是黑色很丑 但是我告诉大家 本间K线没有限定红色或黑色 要买卖股票 我完全依照一个关键点位 那么今天各位看到了 这个玉金光拉尾盘 让我们会员报的股票好开心 看今天要收这么好 这么漂亮的数字 跟着我是不是天天一直转 当然是 好再回到大图 你们看一下这个玉金光 今天收红色的十字 那么下周会怎么走呢 好 我今天直接破解玉金光 这个地方你们去注意 这个地方有一个蹊跷 这里这里都有蹊跷 那么今天到这个地方 有点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在这个位阶当中 又伴随着这个记号 那么下周 到底会往上还是往下 我只能偷偷告诉大家 何老师报玉金光 报多丹 亲爱投资朋友 很过瘾吧 我的股票就是这样子啊 我跟各位说 你的资金只有一笔 那你要怎么样把你资金 一轮一轮的转 一轮的转 你只好快很准嘛 快很准就是我和善的特色啊 那你们跟着我就是如此做啊 这都是我的成绩哦 昨天你们觉得我很奇怪 买黑的耶 看起来好丑哦 早上我帽好强哦 结果尾盘呢 谁比较强 玉金光比较强 对吧 好再回到大图 这只股票有没有想到 何老师的价值 昨天在Lite的首页当中 我有po这个股票 什么通的股票 他的研究报告 你认同吗 今天早上新会员 这个地方都还有机会进场 结果拉尾盘 我昨天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我说赚了PA小熊赚饱饱的 持档可以买三倍的滑通 昨天这档股票 他呢3.6万张 我说这档股票 何老师觉得很骄傲 我让我的会员当了大户 人生第一次买50张 买100张 买200张 买500张 回到这 你们有没有想到 我怎么带各位经营 PA大熊PA小熊 而资金比较小的 我跟各位说过 我经营PA小熊 而PA小熊 我做了很多波段 而在这个波段当中 有卖有买有卖有买 从50几块经营到80块 昨天那个波段 而我说我把资金 全部连本带利 请会员转的这个滑通 而你们今天想想看 一个80块的股票 卖掉 我换了这个31块的股票 我可以换三张 而包括我会员赚的钱 所以我会员告诉我 他好高兴哦 他说 我从来没有一手价 买50张的 这是第一次 因为我跟何老师赚了钱 然后呢 那个股票卖掉 这个股票可以买三张 所以呢 他本来是买10张买30张 有人是50张的 他买到150张 那我会员有买100张的 他这次呢 他买了500张 那你们看 这就是何老师的操作策略 大家知道明天都要放假 大家知道都要过清明节 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疫情都在动荡 可是请看 我的华通为什么如此呢 我昨天跟大家讲很清楚嘛 我说这个股票这样子买 然后呢 我还跟你们说 我把昨天这个研究报告贴在这个 赖的盘后的一个首页PO文 你们都有上去看吧 没有上去看的 今天一定要到我的赖首页去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股票今天 不畏要放假 大盘还跌这个点数四十几点 我的股票这样 每一支都是这样 你们一起想一想 何老师是不是很珍贵 昨天我跟各位说 这个华通到底要往哪边发球 往上还往下 我报的多单 昨天我就跟K线跟各位说啊 我说这根K线啊 它是有肚子的十字K 这根有肚子的十字K呢 它是黑色的 何老师你好奇怪哦 昨天买这个黑色的K 我说本间K线没有规定红色黑色的啊 你再看仔细哦 哎 今天真的是红K 亲爱的投资朋友 有没有看到 今天真的是红K 本间K线好奇怪啊 昨天买这个K 你们都看起来鸟鸟的 结果呢今天我赢了 好你们再继续看下去哦 何三会员 大赚的这个红杰克 我刚才解释过 买了三倍的量 随便你啊 30张50张100张300啊500 都可以 可是重点是我完成很多人 来到股市当大户的心愿啦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希望大家有缘分 有福气一同来努力了 你看哦 这个我的会员真的让我觉得 我觉得很感兴 我的会员在市场上 第一次完成当大户的心愿 一手叫敲50张耶 从小户可以敲50张耶 可以敲100张耶 可以敲200张耶 这是我做分析师感到非常骄傲的地方 我可以这样子带着我会员 像小孩子这样子 慢慢慢慢慢慢长大之后 他长大成人了 这是我感觉到很高兴的地方 我把我成功经验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复制核杉成功的经验 好 今天我的股票真的 大家都说我会变魔术吗 你说呢 来回到大图 这张股票如何啊 各位看一下 诶 我说你心存散念嘛 你为什么一天到晚怕东怕西的呢 这只股票打下来是你的机会 打下来是你的机会 打下来是你的机会 你为什么跑光光嘛 你看 哇 这档有神加持的股票好厉害哦 今天还收150耶 我要告诉大家 心存散念 神佛都会保佑你 你不要天天胡思乱想 何老师说股票震荡是很正常的嘛 这张图有没有似曾相似 好像似曾相似是吧 哇 我好像记得有看过这一档股票哦 我不是跟各位说吗 这种现行 请你们多留意一下 你们都不会注意 但是本间K线里面的精髓 这档股票我做什么动作 全搜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有没有觉得很讶异啊 为什么何老师说的股票 何老师做的股票 就是不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也不知道啊 只是我要告诉各位 同样你在看这档股票 你看到什么 你只看到今天红K 我要告诉你形态学 连续多星转连续线 这种线型是本间K线里面 不动就不动 一动就一鸣惊人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在股市要不要很惊人 你要赚钱要不要很惊人 你的动作要不要快很准 如果要 请跟着何老师的脚步一步一步的来 不要天天胡思乱想 你胡思乱想 你怕也没有用 但是今天这些所有的股票 我呈现给大家看 我就是要告诉你 如何在股市里面会跟别人不一样 你的思考逻辑是什么 你的做法是什么 如果你有动力 欢迎你跟我一同来打拼 那么在此时此刻再回到大途 史上最彪悍的大反攻 跟着本间K线 标股一直喷 跟着何三老师钞票跟着来 此次再度的推出 一加一大于二的方案 希望大家火速来参加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要告诉你 不管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不管你在害怕 还在悲观 还是如同何三家族一样 已经慢慢成长变大祸了 在此时此刻 你务必抛开你的心中的一个想法 跟你自己的心魔 把何老师的讯息带到身上 此次这一次 你们记得我的口诀 买股票跟基金 卖股票你怕的话 你跟外资 对今天外资还在卖潮 但是这个方案 有缘分有福气的人 就跟我一同来努力 下个礼拜一开盘前 希望你千方百计一定要找到我 找到我 钱就会跟着你 找到我 你就能够跟本间K线来结缘 当然 下个礼拜 我还有很彪悍的股票 准备要关键初级 希望有大家参与 祝大家做股票 天天一转 本公司以望之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你一切就会有价值的 好